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五大主演连昧亮相,提前上线的《长相思2》背后有着何等玄机? 嘿,大家好啊!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是一出咱们都瞧手以盼的大戏, 可别以为这只是一出普通的古装剧, 因为这可是一出实力派演员的大拼盘,杨子、张婉毅、邓魏、谭剑刺等一众明星大咖, 组成了一支无敌豪华的视觉阵容,让人瞠目结舌。 杨子,这位深情眼神的女神,上一部已经把咱们感动得稀里哗啦。 张婉毅,独特气质和深情厚意让粉丝心痛不已。 邓魅、才华杨毅,把角色演得淋漓尽致。 谭剑刺,则已帅气深情为整个剧集锦上添花。 这五位主演在预热活动中展现了绝佳的团结, 微博上各种互动频繁,为角色打磨了生动鲜明的形象。 当时视频平台剧集争夺激烈,各路明星剧集纷纷上线, 观众的选择空前庞大。 长相思二在这个时候却选择了出其不意的提前上线, 这一举动让观众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大招? 别急,让我慢慢给你揭晓。 这其实是一次深思熟虑的决策, 巨方想要借第一步的火爆势头, 制造更大的话题和期待, 同时又想躲开其他热门剧集的竞争, 选择在相对空档的时间点上线。 但是,原计划是在2024年3月底上线, 可没想到早早开始的流量争夺战打乱了巨方的计划, 多个热门剧集如《仙剑四旗》《金招》等已经悄然上线, 让巨方察觉到, 按原计划上线可能会被淹没在这波剧集狂潮之中。 那怎么办? 巨方一拍脑袋, 决定提前上线, 挑战这场激烈的流媒体竞争战。 于是, 为了提前上线长相思二的巨方和五大主演展开了异常空前的预热活动。 首先, 海报和预告片一出, 立刻引爆了一片热议。 画面精彩, 剧情一波三折, 让人忍不住想要迫不及待的看剧。 接着, 五大主演纷纷在微博上开始了角色预热, 直接和粉丝互动, 分享角色的点点滴滴, 透露对剧集的期待。 这不仅拉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 还增加了观众的期待感。 最后,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 剧方还开启了百万观众预约活动, 搞起了一场火爆的网络宣传战。 效果可不一般, 百万观众预约直接拉满, 话题热度节节攀升, 让这出剧集的声势一发不可收拾。 在第三波预热活动中, 终于传来了提前上线的消息。 从原计划的三月底改为二月中下旬, 简直是给观众一个提前的新年礼物。 观众们纷纷表示惊喜不已, 纷纷表示要追剧。 剧方更是贴心地公布了更新细则和追剧日历, 表明剧集即将上线, 引发了观众的期待和支持。 整个预热过程中, 网友们的评价也是五花八门。 有的赞叹演员的专业素养, 有的关注剧情的高能预警, 更有的未提前上线的勇气竖起了大拇指。 各种评论、点赞、分享, 构成了一幅五光十色的社交媒体画卷。 杨紫的演技真的是一绝, 看了第一部就迷上了他的深情演绎。 张婉毅这次的造型太新了, 真的期待他和杨紫的默契演绎。 邓卫的角色深情暗恋, 简直让人心疼, 他的表演水平也是没话说。 谭剑次这次一定能hold住全场, 帅气又有内涵。 提前上线太猛了, 这才是真正的霸气。 看完预告片,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追剧了。 总的来说《长相思2》的提前上线, 简直是给我们观众一份大大的惊喜。 实力派演员的默契搭配, 精心设计的预热活动, 提前上线的勇气都让这出剧集 在竞争激烈的流媒体时代脱颖而出。 不禁让人期待, 这部剧究竟能否成为2024年的一匹黑马, 再度掀起全民热议? 你对这五位主演有何看法? 是不是也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这场观影盛宴了呢? 敬请拭目以待,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部《长相思2》的神秘面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